登登 下面我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這款是我有史以來做的最小的一款 生活圖鋼 平台 非常的小啊 非常的迷你 迷你到這個水湖 只能這樣子縮到這個地方了 沒辦法因為空間太有限了 拿掉看看 裡面是個很小的一個躲避啊 非常的迷你啊 只有一個巴掌大 打開看 下面我給大家介紹一下這款 生活平台的尺寸啊 是30x30的鋼上面的這個生活平台 他家養的是 那個叫公婆鼠啊 非常小 然後他可能 可能想放在桌面上 搬搬的時候小巧一點 所以就做了這麼小一塊 雖然很小巧 但是 所有的功能都有了啊 躲避 這小半層的躲避 水壺 跑輪啊 公婆鼠在這個跑輪上跑應該是夠大了 下面還有一個廁所啊 特製的 因為他這個鋼實在太小了 也是可以抽拉的啊 當然他家的鋼不是 不是這個鋼啊 這個鋼我是 我們家裡沒有30x30的 所以就拿了家裡一個30x18的 來擺放一下 看個樣子啊 30的話 30x30應該長到這邊啊 就不會這麼小 這邊是一個固定卡扣啊 嗯 就是打上螺絲和這個鋼缸固定在一起 這個平台就不會掉下來 非常穩固 非常小 非常密 下面和我們家大的去對比去啊 把這個房子放出去 水壺放上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這個魚缸非常矮 所以沒放這個樓梯 這個樓梯的話 30 30高度的話應該能放下 我們這個高度只有18太矮了 所以就裝不下就沒裝 然後對底下我們家大厚的 這款後面就是我們常規尺寸啊 60x40的 這個是30x30的 那麼看上去非常迷你啊 只有它的一半 只有它的一半大小啊 其實實際上的話 體積可能只有它的四分之一啊 因為它這個高度也很也很矮 非常小 非常迷你啊 看一下 這個就是拿掉的固定扣後的樣子啊 固定扣就是裝載這兩邊 固定這個魚缸和生活平台的啊 拿掉固定扣以後的話 這個平台就 就可以拿掉了 然後看一下這個是廁所 這兩枚是這個 小梯子的樓梯 小梯子安裝方法也很簡單 對準這個地方 擰上螺絲就好 再避免擰 然後架到魚缸上 好了 就這樣 行吧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款 小的生活平台 可以聯繫我 那下一個視頻再見 拜拜 哈囉大家好 這是寵物珍霸 今天我們收到了來自這個 北京動物人寄來的 倉鼠糧了 已經開封過了 看過了啊 感覺還不錯 它一般的話發貨是這麼 兩包 然後這包是吃用的 就是說你收到以後呢 先拆分這一包 給你們家熊吃一下 如果你們家熊不喜歡吃呢 把這一包就可以完整的推回去 當然我這兩包都拆正了 你們收到的話 這兩包你就先拆這一包 這包先別去動它 先吃這一包 這包如果吃得不好呢 它這個是支持七天五流推貨的 直接退不退卷 這麼設計還是非常人性化的 你不能說這個大包拆了 然後發現熊不愛吃 然後你放在家裡面浪費錢 退嘛又不好退也很麻煩 這個設計非常好 我們倒出來看看 它裡面的配料也非常乾淨啊 看看這個吃東西也很新鮮 首先看看這個雞胸肉凍桿 顏色很白啊 聞一聞氣味 嗯 味道也很 味道也很這種溫和啊 也沒什麼怪的味道 非常就是這種純正 自然古物的這種味道吧 然後這個收到貨的話 還會送送一個勺子啊 送一個勺勺子 這種的話是大包 大包大包和小包 基本上差不多啊 基本上就一樣的啊 它有時候分出來呢 可能就是說有一些時候 花可能沒有啊 這裡看到一朵花 小包裡沒有沒看到花 但是它可能這個 都是一包裡面可能就三朵花 可能這個小包裡面沒放到花 這就很正常啊 其他的成分都是一樣的啊 還是挺不錯的 凍桿給貓吃吃 你看 非常喜歡吃啊 拿到就直接乾焦了 還想要 行吧 這個涼了 是給倉鼠吃的 好不好吃 我們家倉鼠說話啊 我們拿這個去給倉鼠試試看 到了這個碗裡面 看看它 寫不喜歡吃 看看它涼拌的怎麼樣啊 還剩下一點點 差不多啊 差不多 行吧 那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觀看 下次再見 拜拜 來 倉鼠寶寶寶和花枝鼠寶寶哪個可愛 小奶昕 小奶昕好能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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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誰 還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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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人叫 這兩個傢伙都這麼能叫 讓他們一起叫好不好 你抓不住啊 哪個發生人 哪個發生人 都要叫的 這個虎文不怎麼叫 你看 抓著不怎麼叫 每一隻熊的性格是不一樣的 看樣子啊 它就比較安靜 咦 它也開始叫了 還能叫 花枝鼠就沒那麼暴躁 很安靜啊 安靜的美男子啊 它是一隻安靜的美男子 來 對比一下 大家覺得 花枝鼠更可愛呢 還是金絲熊更可愛 我覺得都很嫩吧 特別是小時候特別可愛啊 特別的嫩 我突然間有一個很好奇的想法 倉鼠寶寶 能喝花枝鼠媽媽的奶嗎 好了我們看看 這個就是他們的媽媽 小花快點晚上進去 小花在外面溜彎 不讓她進去啊 它真會叫嗎 這只沒完沒了 這就是他們的媽媽 我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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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这个金丝熊和花树树从小一起养的话会怎么样 长大以后能不能和睦相处 但是好像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这个金丝熊是比较敏感的 不准人家碰到 小家伙在干嘛 跟着他去一层 他这小花的宝宝不是小花啊虽然和小花很像 玩的不亦乐乎 这个小花真鼠对这个金丝熊是没有敌意的 起不过是很好奇想跟他们玩 然而那个金丝熊吓得直直掉 发现有一只好像不是他孩子啊 发现了 发现了不是他孩子 不是同类对 好吧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要抓住 保持可爱不要恋爱 爱洗澡的老鼠你见过吗 我爱你都会跌倒 哦哦哦哦小心跳着好多泡泡 哦哦哦前却听 在祷告 我还是你着皮肤好好 哦哦哦在向羽毛长长眺眺眺眺眺 哦哦哦哦美女 想泡泡 洗洗干净洗洗白 小花小了一圈了你看 哦哎呦 点了我一身水 点了我一身水 你看他的小花都长毛了 看自己洗头发 洗得干净了 好干净 行吧冲干净啊 冲干净 爸爸他眼睛大了也不可以了 他们的小花水都乖 洗完澡之后很兴趣啊 洗得干干净净 好了我拍他 小花你可不用拉小便 见到爸爸一身都是小便了 小花 原来要乖一点哟 知道吗小花花 他在看我 小花真感想 好干净 我在给那指手指 哎呦我的歪 哇他在洗头哎 哎呦 你哇 好了 这是我今天刚刚整理过的窝 里面放了干净的干燥 现在因为我们要放在房间里养的话 要打扫的干净一点 嗯 小花以后你就住在这喽 这是你一个人住的哟 爸爸 嗯 怎么不能给其他他的宝宝住一下呢 因为这里住太多的话会很臭的 嗯 还在住一个 给让他们两个去干净的玩 感觉女儿说的有道理 又抓了一只 把他放这儿他就自己开始洗了 我从来没想到原来鼠子居然那么爱干净 看看这是在我家的洗手台 把他放这儿抹上香剥自己就开始洗了 自己能洗澡我就省事多了 之前一直认为动物都是不爱干净的 看来是我对他们产生了误解 瞧他洗的多卖力 看看地上都是他自己搓下来的脏东西 我是第一次看到老鼠这样爱洗澡 你们呢 洗了大半天看样子是洗得差不多了 把他抓起来看看洗干净没 身上白白净净的干净多了 真是个乖宝宝 奖励一下 摸摸 你真是我见过最乖的鼠子了 接下来用水冲洗干净就行了 小尾巴 知道他会放在里面 这个干净干净 我儿子跟小花一样爱干净 是不是甚至比小花更爱干净 就立刻搓成它里面 你看搓得全干净净 就是这尾巴你不多搓一从 吗那么黑 在铁上啊 洗白白洗白白洗 直冲十盒 他宝宝呀他为什么为什么跑啊 就他宝宝他为什么几拽不放了 他怎么一点都不陌生呢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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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巧的呀 还不敢上 哈哈哈哈 来 这家伙蹭蹭蹭跑出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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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下周见嘍 拜拜 老鼠能认人吗 看看他怎么解释 可能是食物或者 他更喜欢吃的东西 错 因为你经常捣乱 他们不喜欢你 你看爸爸叫他们 他们就回来好不好 看爸爸的 小花 过来 你看爸爸一叫就来了 对不对 说明我们家的小花 他是能认人的来的 来 你来叫他会不会过来 小花 小花 他可能看到那里还以为 你在叫用力叫 他才不理你了 小花 小花 你看他不敢过来 你看这个小屁孩老是欺负 你看他过来了 你把手放上来看 他会不会让你摸 我给这个小花的儿子 取名叫小狗 因为呢 他给小狗羊会舔我的手 是不是像小狗一样 你看你看这个小狗 是不是跟小狗 你别去别摸呢 把他疯狂的舔我了 他有个这食物对不对 谁说的 他是在跟我跟我互动的 说明他对我亲知道吗 你为什么不舔我呢 因为你经常欺负他 他不喜欢你 喜欢爸爸 所以他拼命的舔爸爸的手 动物也很聪明知道吗 他知道你对他好还是坏 如果你经常欺负他的话 他会远离你 你看你看他看到我 你用手来摸他看看他会不会舔你啊 你看他一看他就跑 你不行不行不行 你再摸他 你这个葫芦拿着 拿用手摸看看他会 不理你啊 他是不是不理你啊 看爸爸来小狗 你看他一看爸爸的手过来 马上就来舔了 这辈子小狗你也可爱 看到了吗 手臂上全都是口水啊 让女儿心服口服 再试一遍 过来小花 过来 是不是他们都不过来 那你看爸爸吧 小花过来小狗 是不是过来了 你看他跟爸爸很亲 你看这个小狗 拼拼的舔我的手 吃葫芦 你要不要吃葫芦小花 小狗和小花 小太可爱了 你看他想吃葫芦 你看 我手上都是口水 你看 他也想吃葫芦 你看 这是假的 他给他幸福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些老鼠 是能认人的 如果平常经常欺负他们的话 他就不会给你亲 你叫他他也不来 他们和猫是一样聪明 我之前我家的猫 看到我们家的女儿就跑 然后我们这两个老鼠呢 也是一样的 看到我们家女儿就跑 你看他平平地舔我 真的不愧叫小狗啊 你叫他他还不会过来的 你叫他小狗 小狗 过来 过来 他根本就不理你 你竟然欺负他 他都怕你呢 是不是啊 爸爸的 小狗 你看 他们两个都喜欢爸爸 是不是啊 说明爸爸对他们好 他们记得心里了 知道吗 以后不可以欺负他们哟 小花在帮我啃指甲 小狗在舔我的手 他帮你啃指甲 我啥 你看我指甲长呗 你看 帮我啃指甲呢 你买了吃指甲吗 他帮我啃指甲 他知道帮我啃指甲 我会很舒服啊 所以他帮我啃指甲 是不是他不会伤害你 不会这么有点的啃 对呀 太可爱了 你看 这个家伙拼命的填我的手 小家伙 你干嘛过来 要是摸你 可惜了吗 吃葫芦吗 小花 好吧 今天的更新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下次再见 拜拜